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经验教训 然后这也是最后一场Corecom的演讲 然后感谢大家能来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的这个主题就是如何让Pod的启动速度能够更快 尤其是在一些大规模的集群里面 我叫徐俊杰,Paco徐 然后来自Docloud 然后我主要在做的是Signal的跟CoreADM相关的事情 大家好,我叫王博言 然后我现在主要的工作在调度器和AIOps相关的一些事情 首先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很久之前做一些Encore的时候会被问到 就是说我的Pod启动慢 然后怎么办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这个 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这个Pod启动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简单来说 就是你一个好的开始是一个成功的一半 建设中也是这样子 就在你的Pod 它很多的问题可能都是在它启动的这个短的这个周期内的一个问题 而它后面稳定运行以后 其实它的问题就不会太多了 包括CoreADM包括其他的各个组件的配合的东西就会 其实就少很多 其实这个启动这个过程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深入研究的 那么怎么来做呢 就是我之前把这个问题抛到了那个Reddit上 然后就有一个人上来就回答了我一个这个方法 就是说把你的那个Reddit的速度就会比以前快很多 然后这个是有点搞笑的方法 然后下面的人就开始更夸张了 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可以编辑一下我的启动时间呢 那肯定是不行吧 然后下面的人更离谱 说那我能不能编辑一下我的工资呢 作为营严生开发工程师 我们如果能自定义自己的工资 可能是大家的理想吧 然后划归正转 就是那其实这个问题是有一点不严谨的 就是说你怎么启动更快 那首先你快不快你怎么去判断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多快算是快 或者说你的正常的一个POD 应该是能启动多久 然后这里呢我简单列了一下 其实不同的这个POD 它启动的速度呢其实是不一样的 这是TLGBT给我的一个答案 我仔细看了一下 其实感觉比我想的还要好一点 就是其实就是你有一些轻量级的POD 它启动速度可能在50毫米以内 但是其实到了一些就是比较重的 然后需要很多resource的 然后还有还是很大的那种镜像的 还有一些就是这种网络的问题的 它的启动速度可能就不会那么快了 可能会到分钟级 当然大部分的POD 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在秒级 就是或者是好秒级 这个是应该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内 如果你resource比较多 可能也尽量不能超过一分钟吧 就通常来说可能这是一个 一个就是common的一个状态下 今天我们的主题分享呢 其实是分了这么几个模块 然后就是POD的创建 它的速度 它的调度的情况 还有它的那个在节点上启动的情况 最后是一个怎么去观测它的这个过程 然后有一些可观点性的东西 这里重点呢 我们会在调度和那个节点启动 这两个模块 首先呢就是POD的启动 其实你的POD 首先你要知道它是从哪里创建的 是一个controller创建的 还是一个operator创建的 还是一个其他的什么 比如static pod或者是什么去创建的 那这个创建过程呢 它其实是要去APS server去 有一个操作的 除了那个static pod 然后那APS server的速度 就决定了你的这个 POD的这个创建的速度 那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常见的 就是你的EDCD的速度 你的EDCD的load 然后还有你的那个APS server 这边的一个rate limit 是不是达到 然后这几个其实相对来说 可能更多的需要你去 调优APS server和EDCD 还包括这个磁盘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webhawk 其实有些webhawk它确实比较慢 会严重影响你的这个创建速度 这个是我们可能需要避免的 另外一个点 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controller和operator 它在创建这个pod 它可能会有一个从事的机制在里面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面 会有一些创建错误 或者是validation的一些feeler 导致着你的最终的启动速度变慢 然后这里其实提到了webhawk 然后validation 然后包括你的resource的quota 这些东西有没有达到 你的namespace的quota 你的整个资源池的一个大小 其实这里的话 如果真的你想去做一些强制的加速 那你只能用这种抢占式的调度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案来去做 所以这块可能更多的 一个是你APS server跟EDCD的性能问题 另外一个是你的webhawk 这块的一个控制 下面介绍一下那个调度 调度其实这里是先讲一下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调度场景 或者一个常规的一个调度器 它需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的pod是没有指定node的话 那它就会通过这个调度器 来去做一个调度 然后这里面其实比较常见的 一个是规模问题 一个是你的失败问题 就是你的调度里面 它其实是有这种repride的能力的 所以你看到它调度慢 不一定是调度器慢 有可能是你的调度的条件没有达到 这时候你要去找这些失败的原因 还有就是你的节点比较多的情况下 调度器可能在有一些情况下 它在计算或者什么的会比较慢 另外就是你的 你是不是加了一些合适的 这个node affinity 然后来帮助它调度的更快和更准确 这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同一时间 你创建了炮子的数量 在有一些很大规模的情况下 它的同一时间创建很多炮子的时候 也会严重影响它的一个调度时间 这块可能需要具体的看你的那个瓶颈在哪里 然后做一些调优 除了你调度器本身的这个调度速度 你还要考虑一个点 就是说它调度到那个节点 调度的节点是不是压力大 所以现在其实会有些人有这种需求 就是load aware的需求 就是它去load aware其实就是每个节点上 它要看它的load 看它的一些其他的资源的使用情况 然后得出一个就是说哪些节点 它调度下来 它启动会更快 或者说我们如果基于这个方案的话 其实你就会让你的炮子调度到一个 露得更小的一个节点上 然后后面一个的话 其实就是说的你的分散性 你分散开调度的话 同一时间调度到一个节点上的 炮子不够 没有那么多 那你的启动速度也会能够上来一点 然后关于AI的是 那个由博焱来介绍 因为我现在最近在做很多事情 其实都是跟GPU相关的 然后这里面 就是在这一节会主要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我如果一个炮子 在申请一个设备 或者申请一个GPU的时候 它大概的一个流程 或者是我们要填哪些东西 在一个YAML里面 左边这个就能看到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POD 这样的一个YAML 然后我们只需要在Resource里面 然后填上一个Map 这是一个StringInit这样的一个Map 我们就填上去 然后这样的代表 我们要向系统去申请 这样的一个GPU资源 当然这个地方当然它不是KBIS 它本身带的 其实你用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设备 你都需要有一个Device Plugin 这样的机制 去把你的一个设备 去注册到这个节点上面 通过Correlate的Socket的接口 所以它主要的分为两个大的部分 一个是在Node上面 它涉及到的就是设备的注册 以及设备的一个分配 然后在POD的阶段当然它要申请 然后申请之后等到POD真正的被调度器调度到 然后它已经拥有了使用这个设备的权利之后 然后它进行一次真正的分配 然后到最后POD完成了它的整个生命周期 然后这个设备这个声明再被回收掉 整个这样的就是KBIS的一个最简单的 也是目前所有的Device一个你自己的设备 接入到KBIS这样的一个流程 然后但是因为Device Plugin的接口是非常非常早的 它是1.8版本就有的 而且这个接口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变化 它其实是存在这些问题的 因为KBIS本身它也不是为一个Ego的资源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编排系统 它更多的还是考虑的是CPU Memory跟硬盘这样的一些资源 就是这里面的带来的最明显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我的设备 它的个数或者是它的某些属性发生了一些改变 这个其实在FPAG这样的一个场景内会比较容易发生 但是比如说在GPU的场景下 因为我查在服务器上就直接卡 除非我重启上面的我的Device Plugin 否则它的设备数量是一定不会变化的 但是这个还好 然后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在于接下来的一些事情 就像我如果我是同一家厂商的不同类型的设备 那我就要去注册两种资源 大家可以现在看到上一章这边 这边的话我前面这是我们的厂商 后面代表这些类型 包括你在用比如说Invita的GPU Device Plugin也是一样的 你要添一个Invita.com然后GPU资源 你是不能够区分这是一张3090还是一张A100 还是一张什么其他型号的卡 因为每张卡它提供的算力跟功能其实它是非常不一样 然后它的售价它的成本它都是不同的 所以你从最基础的Device Plugin的角度 你是没有办法对这些去做区分的 然后再一个事情就是 如果我有多个不同来自多个厂商的设备 在一个集群里的时候 我就需要有无数个Device Plugin 如果我拥有RDMA的设备 那我需要一个RDMADevice Plugin 我要用另一家显卡 比如说我这个集群可能是一个混布的一个显卡 它既有英伟达的卡又有AMD的卡 又有别人的卡 那我就要Device Plugin每一台机上 然后就有附属个的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这里面的分配 当前Device Plugin的接口 它只能够把设备分配给一个Pod 它是不能够支持把一个设备分配给多个Pod 还有就是我分配一个节点的时候 比如说我一台机器上有八张卡 八张卡分处于两个CPU下面 那么我不能够指定说我要分配零号卡 或者是我要分配指定的七号卡 我只能由Cruparate 它自己去给你决定一个 当前有一个没有分配的卡 那就决定是你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你没有办法去做任何样的控制 然后这里面的问题的话 我会在接下来的那一节中 然后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我们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的一些解决方案 然后在此之前先看一下 就是在一个CPU的一个调度场景里面 常用的一些算法跟策略 以及首先一个杠 杠的策略呢 其实它是很简单的 我默认的调度器呢 它是以所有的调度逻辑 都是以POD为最小单位的 就是POD成功那就结束 然后继续下一个POD 所有的设计逻辑也是 但是实际上在一个机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 有的时候我是需要一个分布式训练的 我可能需要多个POD同时协作才能够完成 所以我需要有一个类似于POD group 或者是GUN这样的一个策略来保证 我的所有任务要么完成 全都要么成功调度 那么就这个任务才可以真正的调度起来 如果有一个任务调度不起来 那么我的任务就会调度失败 然后去继续等待 然后第二个这边就是SQL 其实这个SQL描述的不是特别精准 但是我一直没有给它想到一个很好的名字 它强调的是一个是按比例分配 比如说我的物理机上面的配置 它的CPU,memory,GPU这样的 它们是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的 如果我申请的资源 每一份资源都是按照一个这样最低的 最基础的公约数的比例去分配 那么意味着我的资源碎片会有一个非常小的 我只会有一个非常小的资源碎片 而且这个资源碎片它也是符合这个比例的 就像这张图上面 它就像一个pizza一样 我们去分pizza的时候 它总是把它分成均等的份 不会像右边这样我们随便的去切一刀 然后再随便的切一刀 因为剩下的是不规则的 不规则的就意味着它有可能 或者是它会有更大的概率 是没有办法去填满整个空间的 然后对 这样的话其实在CPU跟比如在我们纯CPU的这种场景下 其实还好 CPU本身就是分片的 其实浪费一点也不重要 但是其实在一个带有GPU的场景下 它是非常不划算的 因为GPU的价格非常的高 然后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如果我有一个任务 它把这台机器上的所有CPU都占满了 但是GPU一个没有用 那么意味着其他的所有的任务 所有要用GPU的任务也不能够调度上来 那我的这个GPU就会彻底的空跑 就是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浪费 然后接下来是就是BeamPack BeamPack它这个调度算法 其实原理上也非常简单 就是它会尽可能的填满 尽可能的填满机器 而不是将它分散在不同的节点上 其实这个和SQL这样的想法 其实都是一致的 就是我要尽可能的把资源利用满 然后不要让资源去有大量的空余 尤其是不要让GPU有空余 然后是那个 DRF就是Dominion Resource Fairness 它是一种最大化最小公平算法 它能够保证说 我在集群里面的每一个用户 它都是尽可能的公平的拥有一份最小的资源 我尽可能的保证 每一个用户相对公平 就实际上换到实际的实现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种基础实现 就是我让小的任务拥有更高的优先级 或者说我让小的任务 在我在排序的时候 我会尽量地把它往前排 然后保证小的任务不会饿死 不会让一直是大的任务去抢占所有的资源 而让小的任务可以有机会去占用到我们的资源 好的 刚才我们其实介绍的是调度这块 可能刚才那个DRA后面在Node启动这块 还会有继续的那个介绍 然后是在节点上启动一个Node 其实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的 可能这张图比较不太清晰 可能后面可以我再传到哪里 它其实讲的是一个Pod的创建 然后这边是创建流程 这边是它的webhook 这边是它的pending的调度 然后到它的running 然后下面是它的probe的情况 就是startupprobe 跟它的readness跟leaveness的probe 包括你还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去exec 还有它会有一个poststart跟prestop的一个hook 此外的话除了那个 我们的在创建过程中有个sandbox sandbox会有一个cni的准备 然后后面会有一个initcontainer 当然这个sidecar的变化 这个其实我还没有去修改 然后是它的主要的container 和它的一个sidecarcontainer 还包括一些临时容器 这是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生命周期 和它的一个状态变化 其实我们在看它的一个启动过程的时候 其实也是从这个整个流程里面去想 哪里是它的平景点 去哪里去优化 首先呢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比如说你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启动速度比较慢 那么怎么样简单的去理解这个问题呢 其实它的最主要的四个步骤 就是拉镜像 CNI的这个sandbox启动 然后它的volume的emount 然后最后它的主要的一个进程的启动 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的话 那我在去定位问题的时候 我可以尝试 比如说先把镜像拉好 那我的启动速度变快了 那可能瓶颈就在这个Pull镜像的这个过程 然后我可以尝试把host network配起来 那这样子如果它变快了 那可能CNI这块是不是存在一些问题 还有就是volume 我不加volume mount 然后或者是我把CPU和memory的一些limitation去掉 然后这其实是让一个 就一个简单的让Pull的启动变快的办法 但是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这样做 然后我后面会挨个去介绍各个方向 就比如说你的镜像比较大 那你拉镜像比较慢 其实镜像大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 或者是当然你镜像双固慢也是一种 然后镜像大的这个 其实我这边只是列了一些最简单的一些tip 就是你在创建的时候不要去 就去加那个Docker Ignore 然后来去防止一些 不应该加进来的一些文件加进来 然后包括你可以用一些最小的基础镜像 用多部构建 或者是你的layer去做一个scrunch 然后来让你的镜像更小 另外就是这里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你不要把一些debug的tool放进去 然后现在因为Core Control Debug也挺好用了 另外就是你可以通过debug的镜像的替换 或者是一些其他方式来去做这种叫什么调试 最后一个的话其实是讲的 它有一个 这个算是一个拓展阅读阅读 这个小工具它可以帮你解析你每一层的镜像 是什么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工具 当然大镜像有些时候是无法避免的 就像现在的AI 其实我们可能可以用尝试P2P的方式 或者是lazy pooling的方式 昨天其实也有Dragonfly的一些主题 然后大家如果后面也可以听 然后就是通过这种P2P的方式来加速你的这个镜像下载 其实这个效果都是很好的 那个懒加载的话 目前可能D这边应该也有多种的一种驱动可以使用了 另外一个就从Corelight的角度 就是你去并行去拉取镜像 这个其实也能够在多个炮的同时启动的时候 来起到一点效果 但是目前其实它也存在一个问题 最近也在提就是 它一个炮的里面有多个镜像的时候 它也是多个镜像是那个串行去拉的 所以会比较慢 这块其实我们可能也会后面去做调整 但是这个还没有进来 然后现在能做的事情 就是你多个炮的并行的去做一个拉取 然后现在我们在那个1.27加了一个功能 就是这个max最大的一个并行下载的数量 这个建议目前的话也不会太高 因为太高的话可能 就如果你并行下载的数量太高的话 有可能导致你的磁盘崩溃 这块的话会不太好 就是会就造成事故了 那就不太好了 然后这块可能刚才提到那个P2P里面 昨天也请教了一下那个Dragonfly的Maintainer 他们其实在Dragonfly里面 它会有一个限速 可能D里面的话 据说也是有在做一个就是限速的 就是防止你的磁盘最后崩掉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块可能会越来越好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Init container 你现在的Pod里面有没有这种Init container Init container的话 它其实我目前觉得就是很多时候 你可能要把一些很必要的事情放在里面 或者是让这些事情 如果能并发的话就并发去做 因为现在的话它可能串行去做的话 这个效果就会差很多 而且它是在你的主容器启动之前 去运行完之后才会启动你的主容器 所以其实你要想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Init container里面做的事情 能不能放到进行勾件里面去做到 或者是能不能放到一个Demon set里面 去把它在节点上就做掉了 这样子就能节省出来这部分时间 或者刚才这里提到的这个Post start hook 可以在你主进程启动的同时去启动 然后只是在start之后启动 是不是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这也是能够提升你的启动速度的一个方法 最近的那个VPA它合进去以后 其实VPA这块的应用场景还是挺多的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场景就是 我之前也遇到过就是Java 它有一个比如说0.5核的限制 那在0.5核的情况下 它的启动速度会超级的慢 所以就会有人提出用VPA的这种方案 就是我在启动的时候给它配置两CPU 它的启动就会能够比之前要快很多 然后等到它启动完成了 那我就通过那个VPA把它修改成0.5核 那这样它就既启动快了 同时它也没有占用更多的资源 这个方案还是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用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你想你的Post 它的启动速度更快 有可能就防止 就其实前面一个一场在讲那个隔离的一些东西 其实这里就涉及到一个CPU的隔离 那如果你能够做到绑核的话 静态的一个CPU的Policy的话 其实你也能够让你的Post的启动速度更稳定 这里列了一下它的一个启动过程 可能需要你去重启Corelight之前要去清理一个文件 另外的话这里还可以提一个注意的点 就是如果你的容器 主容器本身是guarantee的 但是你的sidecar不是guarantee的 这时候这个Policy是不会被使用的 只有你的整个的是guarantee的才会被使用 Prob这块的话就一个重点 就是你的startup problem要设置的合理一点 因为它到Reddit是要等到它的readiness去成功一次 而在之前它会等这个startup 如果之前没有startup的话 有可能你的initial delay的seconds 也可能会影响你的启动时间 但是这个通常可能需要你做一个调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社区里在推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们之前因为这个定义比较粗 就是按秒来算的 将来可能会按毫秒算 但这个还在推进一种 还没有合进去 就是它的设计还没有合进去 所以可能还要比较久 另外一个就是你 现在可能也很多人在用这种热签仪快照 其实快照在这个启动过程中 有一个小的用处就是说 如果你的启动是需要加载很多内存 很多信息 然后启动流程有很多预热的过程 那你其实用这种快照的方式 可以能够提升一点点你的启动速度 这个在1.25已经可以做打包 然后现在最新的版本里面 应该可能需要借助一点点代码的工作 才能完全用起来 其他的一些原因 比如说你现在的run time本身 这个其实目前来说 也就是Docker跟很多人弟子切换 或者是一些就是你的 减小你的这个调用链 然后让它启动更快 或者你的CNI这块 其实大部分CNI像是Calico 它在节点的分配的时候 已经是在本地独地做了 然后很快 然后但是有些CNI 它可能涉及到整体的一个规划 或者网段规划之类的 可能会有一些 就会导致它变慢 其实这块也是一个点 剩下的就是1.27的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升级到1.27 你的CNI默认配置 其实是这个API的10和API QPS是5 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节点如果达到 比如说几十个POD 或者是接近100个POD的时候 你的POD的起动速度会严重受到影响 因为这个是因为你CNI跟API 之间的这个访问会受到一个限制 而在1.27以后 这个被放大了10倍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影响的 所以如果你在老板们遇到一些 比如说Mount Timeout 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常见错误的话 很可能是这个导致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上午 Signode那边提到的一个Eventi的PoEG 它Eventi的PoEG 其实也是在刚才说的一个节点上 它管理的POD比较多的情况下 它会让Corelite的效率更高 然后这种状态下 你的POD的那个Reddit 展示出来的这个时间 可能就会更快 然后这个就是 其实刚才那个Pak也在说 我们在新的版本中 比如说在1.26 然后引来的DRA 然后1.27中 它现在还是一个Alpha的一个阶段 然后DRA能做的一个事情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Device Plug-in 2.0 它是一个超级加强版的 一个Device Plug-in 它就来解决 它能解决的事情 其实就是我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 比如说去解决更多的厂商 厂商之间有不同的设备 然后设备数量的改变 然后以及说我不同的设备 有一些需要特殊的参数去虚拟化 或者是一些我需要通过网络 才能去加载的一些设备 然后呢 但是DRA现在 有一些 现在也会还会有一些影响跟问题 一个事情是 因为它现在还是需要跟API Server去打交道 然后它也去获取到一些必要的信息 所以会降低 整个POD调度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 原来我们只需要一行 就可以做完申请一个设备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写不少的一个压本文件 然后DRA这边不是我这次主要讲的点 然后因为今年在EU的 已经有人已经详细的讲过 DRA的一些实现 以及如何去实现一个最简单的 然后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直接去看EU的录像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说回来 GPU管理的话 我们要有几种方式 如果说我们由于Device Privileged的限制 然后我们不能够实现我们自己的功能 那么肯定这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肯定需要做出一些事情 来达成我们的目的 那么第一条路就像说 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Round Time 就像英伟达ContainerRound Time这样做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在一个英伟达机器里 我们要去申请一张卡 首先我们要去改ContainerD配置 我们要把它默认的Round Time 换成一个英伟达的Round Time 这是一种办法 然后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我们去做一个CRA Proxy 就是类似于阿里有一个Cardinator那个项目 它就可以说 我在每个机器上都有一个Proxy 当我的请求在发 我的请求由Credit发给CRA之前 先走一次我的Proxy 我的所有的处理逻辑 在我的CRA Proxy这层做完 我到底下实际的 无论是到Round 或者是到其他的Round Time 这已经是我包装好过后的 这样的话 所有的device信息自然我是可以控制的 然后还有一种办法 对吧 我们可以改Croper的代码 对 然后还有就是DRA 就是这是新版本 我们要更新到一个比较新的版本 才能带来 然后以及引入的一个新的概念 就ContainerDeviceInterface 对 CDI 又一个CXI 然后这里面就简单说一下 这是我们团队做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还比较早 社区的CAP还没有提出来 也就是还没有DRA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的 就是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 去做一个CRA的Proxy 我们首先是 我们自定义了几个资源 其中的一个叫做GPU类型的资源 GPU的类型的资源 是与物理设备一对一匹配的 你有几个物理设备 我们的一个agent在启动的时候 就会向APSOR去上报 我有多少GPU 当然这个GPU它更复杂 它包括了比如说PCI地址 它是什么类型的 它来自哪一个厂商 然后以及它的拓谱关系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都会上报上去 然后这完成了上报的第一步 然后当POD去申请一个GPU的时候 它除了要填写一些原来的一些参数之外 它还要再创建一个叫做GPU Binding的 这样的一个资源 然后GPU Binding呢 就是一个连接GPU跟POD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有一个 它的可以类比于PVC 然后GPU就可以类比于PV 大家可以简单理解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GPU Binding在分给POD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不知道 要真正的绑定哪个POD的时候 这只是一份声明 它只是说 我需要几个什么类型的GPU 然后它去发给了调度器 然后没有一套自己的 一个调度器的实现 然后这里面主要先说 这里面有一个前提的一个条件 就是Device Plugin里面的接口 它主要的接口 涉及到分配的有两个 一个叫做Alocate 一个叫做Prestart Alocate就是在调度阶段去做 它决定了哪台机器可以被调度 哪台机器不能 就是哪台机器有这个设备 符合这个条件的设备 哪个机器没有 然后另一个是Prestart Prestart是真正的在POD的启动前 负责去我进行挂载设备 进行处置化 这样的一个接口 这就是Device Plugin提供的 仅有的两个接口 所以我们还记得 我们之前提过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们需要指定设备分配 于是我们在Alocate的阶段的时候 我们永远都告诉 Device Plugin 我们永远都有足够数量 我们每分配出去一个 我们就又加一个 因为我们给它分配的是 一个假的设备 然后我们会在一个 代物下面的一个 Fake Device下面 去创建了这样的一个 Link文件 等到实际的GPU通过了调度器 就是我们发现了 这个POD在调度中 而且它还有GPU Binding 它GPU Binding 还没有指向相应的GPU的时候 我们就会给它尝试去找 符合它条件的GPU 然后决定 它是哪一台机器上的 哪张卡 于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到各式 就是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调度中 我们就可以做到各式各样的事情 比如说做跳谱 做拓谱 做卡间的拓谱 甚至做机器之间的拓谱 以及更多的 更复杂的这样的分配 因为我们可以决定 它要的是哪台机器 哪张卡 当我们给它指定了机器之后 下一步是给它分卡 于是我们会 还记得那个Fake Device 它有一个虚假的设备 因为这个Device 它只是一个文件 它什么都没有 它是一个空的 它是一个Link 然后我们会 当Agent发现了 有这个Fake Device的时候 它会把实际的物理设备 去做一个Link 到这个虚假的设备上 于是就达成了 因为这个Agent 它是知道 要把哪一个卡 对应到哪一个GPU Binding上的 所以它能够确切地知道 我要把这台机器上的 第零号卡 分给哪一个Pod 于是在pre-start的阶段 就完成了这个链接的映射 这样的话 在Pod当中就可以找到实际的设备了 时间不多 然后我简单讲一下 下一个就是 如何加速数据加载的这样一件事情 因为正常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流程里面 数据是从磁盘到内存 再到GPU的显存 然后GPU去进行计算 拿回结果 然后当然在从显存 就是GPU在显存中做计算的时候 这个时候下一步的 由磁盘到内存的这个过程 应该已经开始了 但是实际的时候 我通常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因为有的时候一个数据集 可能有几T 甚至更大几十个T 所以我们去漏的数据的时候 就有一大堆 就是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缓冲时间 我们就可以将数据 预先的加载到本地的磁盘当中 因为我们在一个分布式集群里面 如果我们要过分的依赖于一个分布式存储 会给我们的分布式存储 带来很大的压力 如果我们想几十个T的训练数据 都从分布式存储上读 无论是效果或者是性能 都会比较差 所以我们会把数据先从分布式存储上面 预先的加载到每一台机器上面 然后让这个Pod去读这个数据的时候 实际上是从本地读的 而不是从他认为的远端存储上读 然后当然这个数据也是一块一块加载的 以适应我们说的这个整个数据的 这样的一个流程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同样就是 帮助我们缓解 对于分布式文件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压力 同时磁盘嘛 LPS会明显的好一点 然后以及说我们因为我们的数据集 每次在每台机上跑的训练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还会有一个类似于LRIO这样的一个过程 定期的把不用的数据 然后这种数据块从这台机上移走 然后以换取本地的磁盘也不会暴涨 后面这个可观的性 其实我们这次分享的比较简单 只是涉及到那个 就是说你其实你在可观性这块 你可以有很多工具去用 但是在CrupleLight这边 其实它只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日志 就是说你的Pod Startup Duration 然后里面会提到你哪个Pod的 然后它在Create Timestep 和它的Pulling的一些Timestep 和Finish Poling的Timestep 和以及它看到它Running的一个时间 所以其实目前的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也能够给你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的Pod起重的几个时间点 重要的时间点 这个是在1.26加进去的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它的Metrics 它会你能看到它的起重的一个脂肪图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这个15秒 其实是有点慢的 就是其实这个概念就是说 启动时间在30秒到45秒之间的 有一个就是15-14这样子 就相当于有一个还是启动15秒还是比较慢的 这时候你通过这个的话 能大概定位出你集群里面 是不是存在有些Pod它启动比较慢 但是目前这个还比较简单 如果有什么需求的话 其实希望大家能够到社区去提一些 Fisher Request 然后来加强这部分的一个东西 好 谢谢大家 然后总体来说的话 我们总共就是在介绍的是整个启动流程 然后和一些tip就是你提示你哪些地方 可能你要需要注意 当然最后你自己的那个Pod启动速度慢 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去定位到 最终的那个解决方法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就是进一步的工作的 就包括刚才提到这种AI方向的 其实他们还是做了很多工作 才能够让它的启动速度能再加快那么一点点 对 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吗 好 没有的话那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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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